哈哈再这样下去 一姐真的要笑出八块腹肌了 一位美国网友居然在外国最大的问答网站Core上问 中国有互联网吗 哎这真是智障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呀 这要是本山大叔见了 高低会整一句 你那个 你上医院看过没人 毕竟咱也不知道他出现这种症状多久了 而像这种问题 老实人一般都是这样回答的 比如印度网友Maharama回答道 是的中国有互联网 201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过8亿 据世界第一 还有英国网友Samus Doyle的回答 我刚刚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待了一周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现代化先进社会 拥有了不起的人民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部质量不错的智能手机 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先进的多 可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网友想要看到的回答 这部我们的互友专员又来了 由于大家的回答都比较搞笑 于是一姐就按照搞笑程度 把回答划分为 青铜白银黄金钻石 九强王者五个等级 首先我们来看看青铜级别的 网友Zmuxia回答道 无知的可爱 是的 我们中国人被困在这样的日子里了 取暖基本靠抖 通讯基本靠后 网友Ahawk回答道 不过我们用烽火台来进行沟通 网友郑君回答道 是的 仍然没有 事实上 我正在用一台收音机回答你的问题 表面上它是一个大个大电话 实际上 它是个刮斧刀 网友明坚珠回答道 正如韩国历史学家所确信的那样 中国仍处于石器时代 白银网友Karen Zhang回答道 不 我们没有网络 通过吼叫交流 大多数人都是起码送信的 该公司名为华为 仅为邮局就训养了17万匹马 腾讯和阿里巴巴 是为华为提供饲料的另一类小公司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阶梯形状的山上 耕作生活 一位在中国生活十多年的英国网友 David Phillipsen回答道 不相反 我们都被迫在窗外点燃小火 然后我们从街对面沿路穿过山谷 越过山脉和地平线之外 互相发送信号 仅仅在微信上发一条消息 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最多需要等待70天 才能够接受好友请求 最近有传言说 要收养经过训练的猴子 来为我们传递信息 但是由于太多猴子 不断向人们扔便便 造成了太大的健康风险 这一想法遭到了反对 瓜风的日子真的很难熬 我曾经像离我几英尺远的人 发了一个好友请求 结果我却从淘宝上 买了好几顿的牙签 我要这么多牙签做什么呢 我现在必须缩短我的回复 因为生活需要几个小时 而且今晚下这么大的雨 发送这条消息非常不容易 太惨妥 黄青 中国网友Carlos Hu回答道 不互联网在中国不存在 我们主要有两种方法 来相互交流 一种叫做网络 它是一个巨大的网络 贯穿整个中国 你把你的信息挂在网上 信息会通过网络 划到目的地 不过它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人们也用它来挂衣服 另一种方法更酷 我们放出乌鸦来传递信息 就像权力的游戏里一样 这也是受到了电视节目的启发 为了确保一个信息的传递 你必须至少发出十几只乌鸦 只有穷人才用鸽子 乌鸦要酷得多 哦 离中国最近的网吧 就在珠穆朗玛峰山顶 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 爬到山顶 钻石 中国网友Sensia Chang回答道 不 我们用脑电波 和他人交流和分享想法 网友君同夜回答道 没有 每次我想上网的时候 我都让我的狗 去接收这个星球上的 某个地方的WiFi信号 网友Lacy回答道 不 中国没有互联网 中国使用一种名叫 虚空中断的技术 这项技术起源于唐朝 由玄奘法师在印度学到的 戴在耳朵上 可以实现类似互联网的功能 最强网者网友Lacy回答道 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正如你们现在所知 我们没有互联网 我们仍然按照你们建议的方式生活 事实上 你们的媒体对你们的言论完全属实 我们买不起一根香肠 一包泡菜或一个鸡蛋 所以你知道 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 购买这些便宜的食物 更不用说昂贵的互联网服务了 作为一名学生 我们通常在森林里上课 只有当我们上体育课时 我们才能离开森林 没有互联网 我们用图像和鸽子 与他人交流信息 我们不需要任何汽车和高速公路 因为在中国 每个人都有一只熊猫和一把剑 方便我们去中国任何地方 但我们通常更多的使用剑 因为熊猫有点坏脾气 最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熊猫 实际上是因为剑的安全性一般 你们应该考个预剑许可证 这样你们才能在中国快速行驶 但我们中国人不需要通过考试 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具备这个能力 人家本来就少 你还逗人家 好了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回复这位美国网友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